我们把焦点转回国内 再有教师涉嫌向学省伸出狼爪 雪兰儿一名男教师 疑似性侵多名男学生 受害者包括只有12岁的男孩 警方收到投报以后 立刻逮捕这名教师 乌鲁雪兰儿警区主任阿莫法伊莎 昨天发文告表示 大约30岁的嫌犯 第一次作案是在一个月前 受害者是只有12岁的男学生 嫌犯还趁着学省代表 乌雪兰参与足球比赛时 在乌鲁英的民宿性侵受害者 警方一共接到了四宗性侵投报 并在星期四在五级伯伦东 逮捕嫌犯扣押六天 直到这个月31号 初步调查显示 嫌犯没有犯罪前科 警方援引2017年儿童性罪案法令 14-A条文立案调查四宗案件 中文字幕会有唯一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